为什么说常识大于知识,因为知识是用来改变世界的,常识是用来改变命运的? 今天给大家分享十个常识,第一,动上层的利益,如同夺他们的生命,改底层的观念,如同绝他们的祖坟,而底层观念,正是上层利益的来源。 说透这一切的人,是双方共同的敌人,第二,越是和你亲近的人,越是受不了你突然间的变好。 第三,狼和狼之间,在怎么私咬,对羊的态度是一致的。 第四,酒桌上不和主角敬酒的人,一般都是主角的亲信。 第五,能乐不比神婆大的人,不要轻易让卖惨的人接近你。 第六,江湖的规矩,就是人走茶凉,默契散场,不要问,问就是不懂规矩。 第七,在很多时候,科技不是用来表达礼貌和修养的,而是用来制造距离的。 第八,关系越近,越会觉得对方也没什么了不起,所以距离才能产生神秘感和崇拜感。 毕竟,当你的知识和见解,超越大多数人的时候,你绝对不会是一个受欢迎的人。 第十,天底下只有一种方法,可以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听你的话,那就是给他想要的东西。 你听懂了吗?关注我,每天分享实在干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